你这样处理是什么 整个画面都是淡淡的这种色调 就挺好的 挺统一的这样 但是如果我们在第二步深画的时候 像这张画 让它使得画面变得丰富的话 你注意看 有些小技巧就要把握 你看 然后像这个位置 你看 像这种爪子 其实爪子它是存在的 是不是 是不是 你一定要把它交代出来 那像这个到这 其实按原理来说 我们应该把墨汁收到这 以后就要全部停下来 知道吗 很显然我们没停下来 但是你注意看 尽管没停下来 但是在这个地方你知道吗 它依然显得是那么 合时宜 就尽管它是画错的 为什么呢 我们从视觉上来看 从视觉上来看 这个地方呢 它很平稳 知道吗 刚好架住 虽然这边是断裂的 知道吗 这个如果在画大血液的时候 这个就很好 这样做 那如果我们在处理小血液的时候 可能在鸟的这种结构上 要把它把握住 所以老师才说 你的爪子 钩子 一定要稍微把它带一下 带一下的话 它的一只鸟 它那种精气神 还有它的那种 神韵了 有时候靠的是 比如说小嘴巴 一小勾 你用笔总要刮多度 非常准确多度的 然后呢 比如说像眼睛 是不是我们经常会说 那这一次眼睛就塑造了很不好 是不是 那我们跟它有点相互 分离 那这样还是不错的 是吧 像这个话 还有这个 这两笔可能要稍微注意 收得太出去的 你知道吗 这样是不是看起来 羽毛的那种层次感 很明确一点 当然了 像你刚才这样画的话 它显得平板 一张画实际上是可以那样画的 不是的 那你刚才那样画是对的 也是 比如说简单交代一下 这种感觉就出来就够了 但是如果说我们说 要详细的去把握这一只鸟 小细节 它变得就是 说更加精美一点 就在画面上的一个感觉 更精美 那就我们就考虑 就是 颜色它的变化 羽毛的变化 是不是需要说 大家深化一点 才能画得更好 是吧 嗯 嗯 其他也没什么问题 其他也就是这个 叶子 可能稍微 不过再有点 那这个鸟 我们就不看 就这个样子就很好 不像 嗯 然后像画这种 比如说一笔下来 然后这个颜色浓淡 要稍微控制一下 这些颜色浓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